歡迎收看洪流洞見 在世界洪流中一起洞見未來 我是洪淑芬 在今天為您邀請到的嘉賓是 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教授 老師好 淑芬好 各位網路上的朋友大家好 郭台銘永能基金會以及台積電呢 已經購得了一千萬劑的疫苗 但是這個過程可以說是受到很多 有形的也好無形的好 它的一個阻擋 在一個月前你也曾經代表大陸熱心人士 希望能夠捐贈一千萬劑的疫苗給台灣 但是後來的發展你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跟後來的發展是如何 我相信從郭台銘跟台積電 這次所碰到的一些問題 當然我非常的恭喜郭台銘先生 跟台積電他們順利完成了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任務 但從過程中你可以看出來 其實政府一直設定出非常多的障礙 包括一些政治上大家不言可喻的一些障礙 包括像行政上 要不是後來等於是郭台銘先生跟台積電 甚至包括實際上人的一個震怒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還沒有那麼順利 那特別在這個情況你就了解說 其實政府原來所設定的八項規定 其實它完全就是一個行政的障礙而已 因為關鍵在於說你政府願不願意授權 願不願意點頭 那後來我們看得清楚在最後的時候 政府終於被迫 因為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民間的疫情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整個民意的浪潮 它幾乎是擋不住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才某種程度做了一些妥協 那我所捐贈的一千萬計呢 我坦率來講 其實來講應該如果政府願意點頭的話 它其實是最快進來的 因為它包括大陸一些親台的人士 是大陸人願意捐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 大陸的政府當然願意配合 當時我在五月底提出的時候 其實人家把相關的五百萬計的BNT 跟五百萬計的大陸的國藥 基本上都做好了一些準備 如果願意做的話 是馬上願意進來 可是你可以看出來 當時其實政府用了很多的政治方面的理由 或者行政方面的理由 那特別是呢 當時政府的立場說 第一個 基本上希望不要通過上海的復興 你看看去年的臨權談判的失敗 就它希望跟德國的原廠 可是這一次你看其實也繞不住 那第二個 最後還是要回到上海復興 最後還是要回到 因為這是商業機制嘛 回到一個商業機制嘛 那第二個呢 那我這邊的一千萬計裡面的 大概是很多是大陸的親台人士 大家的捐贈 那對於民進黨來講 他現在的政治氛圍下 他不太願意接受大陸人 對台灣的一些善意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碰到的障礙 當然就比郭台銘先生跟台積電 更為的大的一點 再加上坦率來講 我的政治力量 絕對比不過郭台銘 也比不過這個台積電 也比不過慈濟上人 而在我捐贈過程中的時候呢 中國國民黨 他也沒有完全的 某種程度的大家共同來支持 所以變成感覺上 我今天是一個孤軍奮戰 但是很可惜的 我覺得這一次 如果說當時政府願意接受 我代表一些台商 或大陸人士捐贈的話 我相信這一千萬計 應該很快就進到台灣來的 沒問題 你想要找誰 就能找誰 你找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